芦笋是非常健康的蔬菜 在春天最多 也是农药含量最低 最干净的蔬菜 芦笋最显著的成分 就是含有大量的纤维 它本身的热量是非常低的 这些纤维既有可溶性纤维 也有不溶性纤维 这些纤维能够减少有毒物质的吸收 保护消化系统 帮助维持健康的体重 保护静脉的健康 它的另一个好处是 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芦笋的叶酸含量非常丰富 叶酸跟其他B素维生素一起 帮助分解高半光氨酸 高半光氨酸可能会损害动脉内壁 增加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摄取足够的叶酸 也会大大降低中风发作的几率 所以在芦笋上市的时候 千万不要错过大 血管是身体中看不见的运输线 它昼夜不停地工作 为了保护这条运输线 我们必须减少食物中钠的含量 减少隐形盐的摄入 减少了钠 就可以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 增加它的柔韧性 现在的加工食物中 含有不计其数的钠 天然食物是最健康的 它们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 不吃就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